好 谢谢静怡 也因为大家把握了今天的好天气 所以都跑去加油了吗 而且大排长龙是连排三排 来看到这是位在澎湖的加油站 这个大排长龙的车潮 是占据了整个外侧车道 加油站员工全部延后休息 八个加油设备全部同时帮忙 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同时要加油呢 大概花了快要一个小时 才消化完这些机车 当地人就说 因为船班到岗时间非常集中 大家一下船统统跑去加油 才发现这种大排长龙的窘况 澎湖加油站外头好几辆机车要加油 一辆接着一辆依序排队 只是前方的机车都还没加完油 又有机车骑过来加入队伍 但最夸张的是这一天 民众拍下这长长的车龙 这些机车组队伍都已经分成三排了 居然还排到马路上 甚至已经占据外侧车道 不少游客也等得不耐烦 我们员工用餐时间我们也都往后弄 就是为了说每个人都可以赶快搬顾客来扶你 船来的时候大概都比较多 下班的时间也是大排长龙 这间位于民伏路上的加油站总共有八个加油设备 但是游客实在太多了 还是花了大约四十分钟才消化完所有机车 由于船班到港时间都很集中 游客几乎是在同个时间抵达澎湖 也因此大家一下船就驾着机车一起跑来加油 其实澎湖不是只有这一间加油站 但是大爆满的这一间民伏路上的加油站 因为离码头最近 所以大家一来就直接排队加油 不过再多起五分钟就可以到另一间加油站 后续加油站也都是每几分钟路程就有一间 不过也有游客认为租车行应该要先把租客把油加满 或是要求游客加满油再归还机车 过去还传出有租车业者会把游客剩下的油给抽走 再租给下一批游客 现在摩托车几乎都是新款的都有做防抽油的 不可能说为了去抽那些油把整个油箱拆掉 那不可能 只是不少游客为了避免不要发生窘境 还是习惯租到机车先加油 也导致夸张的排队情况持续出现 东西新闻董事宾澎湖报道 也是罔顾人命发生了黑吃黑 甚至杀害太太的这个情况 来看到台北市信义区有一名42岁的网拍老板娘 被发现沉湿在屋内 而且背部身中刀伤 遗体腐烂了 原本警方都以为是丈夫所为 这名诚信男子也已经遭到通气潜逃中国 但经过彻查整个案情大逆转 原来陈姓男子他是诈骗集团的干部 疑似自己侵吞了脏款 所以诈骗集团就派了小弟一路的追杀 看到太太先杀了太太之后 再逃往前往中国 持续追杀陈姓男子 目前这位黑吃黑的命案 警方持续追查 他老公你们现在有联系上吗 不好意思 死者母亲陪同检警相验 很久没联系的女儿离其城市屋内 被发现时遗体已经腐烂 这个月初信义区这起凶杀命案 警方怀疑死者丈夫受有重嫌 如今全案大逆转 原来死者丈夫本身是诈骗集团的干部 他疑似卷走里头的脏款 那么诈骗集团四处在找他派小弟 来找死者要逼问他丈夫的行踪 小弟就这样杀害死者之后 也已经逃出警死者是网牌老板娘 买下其中一户 42岁的张姓死者被发现时 塑胶带套住头 上半身包裹棉被 背部也有多处刀伤 而且大门遭到反锁 由于周边邻居不断反应 闻到异味 直到里长会同警方请所将帮忙开门 才揭穿整起命案 警方查出死者47岁的丈夫陈姓男子 本身是诈骗集团水房的总务 去年一度落网获得交保 今年年初潜逃中国 三月遭发布通气 四月多 妻子惨死屋内 被查出跟他黑吃黑有密切关系 警方掌握一名田姓男子 出入过无心间命案现场 摄有重拳 案发之后逃往中国 继续追杀死者的丈夫 两人虽然都没有帮派驻记 但是跟主联邦关系密切 刑事局在五月十号掌握 请资请中国协助查契 东森新闻 陈宏毅黄子凤在台北报导 另外在高雄也发生了惊魂记 这是有女住户回到社区大楼 好端端要把车停下了机械车位 没想到她人还没下车 就突然间被降到了下一层 原来是因为下一位男住户要停车 根本没发现 这位女住户还没下车 女子就在下方不断的呼救 但是男子却没有办法把她按上来 主要是因为这栋大楼的设计 是每个人都有专属的瓷扣 所以被困在下层的女子 是透过一个甲板的缝隙 将瓷扣交给男住户 这才平安脱困 女车主回到大楼 停车之前到货车厢拿东西 再倒车入库 这时来了一辆黑色轿车 是社区的住户 女子把车停进车位 黑车开过来 男子下车感应瓷扣 把机械车位叫下来 他完全没察觉 女车主还在车子里头 连人带车 机械车位被降到了下层 男子准备要停车 才听到女子的呼叫声 他被关在下层 这下事情大层啊 男子赶紧跑上去找 管理室求救 我觉得这应该就人为舒适啊 呼吁你们怎样 就是要检查一下 有没有人在下面那层 你们这里的设计是 自己的持扣 只能移自己的车位 对 只能移自己的车位 这是高雄移动大楼 地下四楼机械车位 双方都在同一区 女子的位置买在下层 在平面停好 车位会下降 而男住户是上层 她要停车 平面的另外一个车位 就得往左移 她的位置下降到平面 她才能停车 就是没注意 邻居还在车上 接着操作 把人车都降到地下室 女车主受困在 机械车位的下层 当时呢 她是透过这个缝隙 把她的持扣交给了男车主 之后呢 男车主帮她把车位给归位 才成功脱困 事发之后 男车主的太太 在社区群组致歉 说丈夫一周只停一次 不太会操作 送上礼盒 让对方压压惊 女车主回应 无需多礼 强调机械车位 要注意安全 有状况 可按紧急扭 男住户粗心 没确认前一位使用者 还没下车 就急着操作机械车位 虽然平安脱困 但女住户 肯定受到不小惊吓 以后返家停车 恐怕都会有阴影 东森新闻 吴国珍黄小琪 在高雄的采访报导 其实这些机械车位发生意外 常常在发生 要不就是车子毁损 甚至严重的话 人员死丧都有可能 这让停机械车位的驾驶压力都很大 但事实上只要注意一些 Mega 可以避免大部分的人为意外 像是你在停车的时候 应该要全程开大灯 移动钢板的时候 确认有没有其他驾驶 业者也说如果真的被人移动 受困车内 千万不要慌张 记得长按喇叭求救 如果你车子是停在机械车位 通常要下车的这个时候 是车主压力最大的 因为很担心会发生任何突发情况 真的傻眼 整台车连同钢板掉进车位的底坑 不然就是爱车当着车主的面 自由落体做大怒声 这类因为机械故障 衍生的恐怖意外 过去时常要上媒体版面 然而撇除机械故障 人为疏失更是造成 机械车位意外的 另一项主要原因 不要动起来 富人因为喝醉 下车时候脚踩空 卡在钢板之间的缝隙 不然就是没注意到其他车主 按按钮移动其他车位 把人家的车门夹到变形 为什么这的意外经常发生 没注意到车位上的车子 还有人的情况 主要就是因为地下室 相对室外本来就比较暗 加上不少车子隔热纸 又贴的比较黑 民众没多留点心 就会发生意外 通常你们要离开之前 要怎么确保 就是说里面底下下沉 有没有人 基本上我们是先观察一下 如果没有人的话 我们再按 要不然的话你就是可以 安全一点保证就是 你可以到位喊一下说 请问一下有没有人 另外停进机械车位的时候 也可以全程开着大灯 让其他人知道 上面还有人 可假设今天真的不幸 被别的驾驶降到底坑 叶子说这种时候千万不能慌张 那大部分人都会吓到 然后赶快开门 想要跑出来这种最危险 被降下去啊就不用怕 因为底下其实不危险 就是一直按喇叭 一定会有人听到这样 冰冷的机械跟钢铁不长眼 驾驶要操作前千万要确认状况 并保护自身安全 东森新闻黄小夕 吴过声在高雄报导 好 说到这种居家安全问题 你家有买扫地机器人吗 台中就一名高小姐花了两万块 买了一台小米的扫托地机器人 今年一月明明还在保固内 但是就发现有漏水的情况 赶紧打给客服人员回去修了三个星期 没有想到寄来的机器漏水状况更惨 害它的进口目的胆严重毁损 更扯的是 业者干脆换了一台新的给它 没有想到噩梦在线 因为还在漏水 现在光是换木板就要将近四万 他不能够接受的是 他向消保官申诉之后 业者却不出席 卸调会 扫托机器人设定后开始运作 但滴都还没扫完 拖完就悲剧了 那个水是大量的倾泻出来 像是整个水箱的水倒出来 因为水实在太大量 而且它会渗透到木板跟木板中间的缝隙 所以它就滥在里面了 然后就变形了 一大滩水从扫拖地 机器人不断流到木地板 底座也全是脏屋 高小姐清到满肚子火 这台小米扫拖机器人 是他去年花了将近两万元购买的 保固其一年用了九个月后 今年一月出现漏水情况 他打给客服送修 等了快一个月才送回来 没想到修好的机器人一用 漏水情况更严重 还害它的进口木地板 整片翘起回损 他说它整个零件都换了 我说OK 因为你们回去了将近一个月 那请问你们有没有测试 再送到消费者手上 他说没有测试 他也不再去过问说 我造成你的损失 损害到底有多少 业者派人把漏水的机器人收走后 又寄了一台全新的给他 原本以为噩梦中止 没想到新的机器人居然也漏水 还蔓延到插电座 插电引起电线走火 让高小姐快崩溃 光是更换回损的进口木地板 就要三万九千元 高小姐气得向消保官申诉 要求赔偿 但协调会业者没出现 之后请高小姐列举损害报价 对此台湾小米发出书面声明 团队都有积极联系处理 也提供换货措施 针对高小姐的需求 也在沟通处理中 东森新闻 廖志贵 陈首人 陈宥美 在台中采访报导 今天anden绩期节目 值得出有关献说 有关献说 出标 instructed 你和国家们 不要准备